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 去年12月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月增0.2%,年增2.9% 优于市场预期 此外,12月消费支出月增0.7%,所得月增0.3% 这些数据皆显示美国经济软着陆 也为联准会今年下半年降息开绿灯 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营收预测严重低于预期 周五股价下跌11.9%,至六周以来低点 美股标准普尔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受到拖累 结束了连续6天的涨势 受到鸿海危机延烧影响 欧洲线地中海线转弱 运价下跌 上海出口货柜运价指数SCFI 本周下跌60.52点或2.7% 结束了连8周的涨势 美国经济强劲成长 通膨数据降温 以及中国寄出刺激经济措施 提振的需求预期 加上中东供货优虑 国际油价26日上涨 来到近两个月新高 美国两大原油期货 本周涨幅均超过6%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敬发送 感谢观看